男友为了救我 被人打断了双腿 为了凑够30万的手术费 我瞒着他白天上班 晚上兼职跑代价 就在今晚 我接了大单 到车检查拍照的时候 后座的女人忽然坐到了男人的腿上所吻 下一秒 我听到男友的低笑声从车内传来 就这么着急 连20分钟都等不了 原本以为只是我听错了 直到他轻声搂住了女人的腰 路灯下 那张我看过无数次的脸映如眼帘 半年前 我差点被几个混混欺负 男友楚怀不顾危险 冲过来救了我 他也因此被混混报复 打断了双腿 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彻底治愈 可是手术费高达30万 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那天我哭得好伤心 楚怀却笑着安慰我 没关系的月月 就算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也无所谓 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就好 可我却不能心安理得的 看他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为了凑够手术费 我瞒着他在晚上跑代价 今晚我接了大单 是去夜色送客人回家 车主很大方 刚联系上就赚了我3000块当作小费 唯一的要求就是嘴巴耀眼 看到车主发来的信息 我立刻回复 您放心 我只管开车 别的什么都不会看不回问 出发前 我特地给楚怀发了消息 楚怀 今晚我要加班 估计要很晚才回来 你不要等我 先睡觉吧 发完消息 我没等他回复 出发去了约定的地点 黑色的麦巴赫 在夜色门口显得格外显眼 您好 是尾号3753的车主吗 为了不被熟人认出来 我每次出来都会全副武装 就连手机号都化了新的 后车座的女人听到声音按下车窗 将钥匙丢给了我 拘于停轩 她的声线庸满中带着一丝魅意 我不自觉多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对方竟然是苏婉 娱乐圈的一线女明星 前两年一直在好莱坞发展 最近才回国 这段时间热搜上几乎全都是她的消息 没想到我接的居然是她的单 车上还坐着一个男人 虽然不知道两人是什么关系 但如果被狗仔拍到 一定会冲到热搜第一 也难怪她唯一的要求是嘴严 不过我对以后的私生活没兴趣 赚钱才是主要的 我接过钥匙 开始绕车检查 走到另一侧的时候 苏婉忽然坐到了男人的腿上 俯身时她的长发很好的 挡住了我的视线 可依然掩盖不了 两人接吻时的水声和喘息声 果然娱乐圈的人设都是骗粉丝的 说好的清纯小白花 私底下却玩得这么大 就在我准备上车之际 忽然间听到了楚怀的声音 就这么着急 连二十分钟都懂不了 楚怀和我一样是个普通人 又怎么会认识苏婉这种大明星 更别说她双腿残疾 根本没办法独立行走 大概是最近太忙了 以至于都出现了幻听 我不信邪 眼睛看向了车窗内 苏婉娇称的垂了她的胸口 讨厌 人家在国外这两年 你也没说去看看 我男人声音昀悦 她主动掐着女人的腰轻扇上 这不是今晚打算赔罪 好好伺候苏小姐 路灯下那张脸 我再熟悉不过 她竟然真的是楚怀 磨蹭什么呢 还不开车 楚怀嫌疑了我一眼 声调虽然不高 却急剧压迫感 她穿着剪裁得体的定制西装 举手头足间 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贵气 和平时的她完全不同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 根本分不清 此刻到底是现实还是虚幻 但楚怀的声音 到底还是将我 从复杂的思绪里拉回来 我压低了嗓音 道歉 马上就走 上车 系上安全带 打火开车 一气呵成 透过后视镜 我似乎与楚怀四目相对 咦 我握紧了方向盘 有些担心 她是不是认出我了 可楚怀只是低声威吓道 好好开你的车 不该看个别看 哼 我怎么会天真的以为 她会认出我来 苏婉在她怀里不安分地扭动 阿怀 你怎么回事 难道我不够魅力吗 你的注意力 居然被一个代价司机吸引了 楚怀像是调情一般 打了她的屁股 你公众人物的身份 总归会引来一些苍蝇 不担心会坏你的名声 她口中的苍蝇 莫不是指我 我全程一言不发 二十分钟后 把人送到了玉亭轩 这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一套别墅 至少两个小目标 楚怀直接开门下了车 那双腿笔直修长 我想起自从她出事后 我每晚都会帮她的双腿按摩 我说 总有一天我会赚到钱 一定会帮她治好这双腿 那时候她在笑 或许是在嘲笑我的愚蠢吧 她的双腿根本就没有残疾 苍蝇柔若无骨地挂在楚怀身上 她勾勾手拿走了钥匙 随后被楚怀抱着 走进了玉亭轩 我在原地站了多久呢 直到手机传来震动 我低头看了一眼 是楚怀发来的消息 她说有事今晚不回来了 哼 她口中的有事 大概就是要和苍蝇共度凉宵吧 我握紧了手机 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我回到出租屋 在客厅的沙发上 做了一整夜 脑子里不断循环着昨晚的场景 就连楚怀回来我都没发现 你哭了 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直到她温暖的指腹擦过我的眼角 我才回过神来 楚怀早已经换上廉价的序 她坐在轮椅上 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心疼 我垂下眼眸 尽可能语气平静 没什么 就是大姨妈来了肚子疼 楚怀明显松了口气 她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去给你煮红糖水 喝了就不疼了 她那么体贴 仿佛昨晚的事 只是我的一场噩梦 假如我没有接到那笔单子 或许一切都还是和从前一样 楚怀以前告诉我 她是个孤儿 为了填饱肚子四处打工 可是她光滑平整的手心 连老简都没有 她的谎言漏洞百出 可是因为她不顾危险 从那群混混中救了我 才让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或许我在她眼中 我是个彻徒彻尾的笑话 来 把红糖水喝了就不疼了 要不今天跟公司请个假 温热的红糖暖了掌心 我抬头看着面前的楚怀 试图从她的脸上 看出些许端倪 可除了关心 什么都没有 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楚怀 你昨晚去哪了 昨晚 楚怀正愣了一瞬 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你是因为这个在哭吗 是也不是 我并没有说什么 执拗的想要知道答案 楚怀宠溺的看着我 我知道你在为了手术费的事情 一直在做兼职 所以也想做点什么帮帮你 没想到居然让你这么难过 她口中的帮我 难道就是和引后苏婉 共度凉消吗 我死盯着她那双腿 她明明没有残疾 可为什么要骗我 她能随意出入于停轩那样的地方 身上穿着的 也是价值不菲的定制西装 根本看不上三十万 所以为什么呢 在一起两年 我自认对她很了解 可昨晚经历的事情却告诉我 我好像从来都不认识她 我听小区阿姨说 夜市挺赚钱的 所以我弄了点小东西 去那边摆摊 因为腿脚不变 还把自己弄伤了 你看 她露出自己手臂上的擦痕 要是换做从前 我早就心疼的为她上药 可现在 我只是沉默的看着她 好伴上才开口问道 除此之外 没别的想说吗 她疑惑的看着我 于于 你今天很奇怪 我应该开口质问她 问她为什么要骗我 问她和苏婉到底是什么关系 可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该去上班了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楚怀在身后叫我的名字 可我没有回头 一次都没有 我害怕一旦回头了 很多事情就再回不去了 我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还能和从前一样 可是命运像是跟我开了玩笑 大屏幕上 影后苏婉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当主持人问她 为什么会突然回国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苏婉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也没什么 只是想起来 曾经答应过一个人 我们要顶风相见 现在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就回来了 主持人当然继续八卦 问起了对方的身份 苏婉惠目如深 只说是年少时的主马 她口中的主马 难道就是楚怀吗 青梅主马的情谊 放在小说里 都是令人心动的存在 如今小说照进现时 看着身边的女孩 我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人是楚怀 而她身边的那个女孩 正是苏婉 我照常上班 今天总部要求我去分店 说是有位土豪客户包场 想要给女朋友 准备求婚惊喜 现场人手不够 让我过去帮个忙 本以为只要按照 客户的要求 不只好现场 却偏遇上了几个 很难沟通的富二代 他们对我一指气势 一会说花的位置摆放不好 一会又说气球颜色不对 让我拆了重装 我明显能够感觉到 他们对我的厌恶 但我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 不断重来 本以为这只是阶级歧视 却在我拿气球回来时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你说我们这么高 怀哥会不会生气 我们跟怀哥多少年 他怎么可能为了 能见人生我们的气 也对 毕竟婉姐姐已经回来了 他这替身 也应该早点滚了 之前我就看不惯 你说他长相气质 哪里像婉姐姐 简直是在玷污女神 也不知道怀哥怎么下得去手 那还不是因为 非要跟怀哥打赌 说是怀哥追上那个女人 以后谁都不许 打婉姐姐的主意 我那不就是一时嘴快 谁知道怀哥 真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了 之前怀哥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等于那个女人人都跑路 没想到他一根筋 居然还想攒手术费 给怀哥支退 才三十万 还不过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结果他白天晚上加班 那个蠢样看着都令人作呕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看 他和婉姐姐简直是云密之别 但凡他有点自尊 就应该主动退出 而不是当他们之间的那根刺 在得知那场意外 都是楚怀一手设计的 我的心直接跌倒谷底 曾经的那些甜言蜜语 成了自我心间最狠的刀 一下又一下 秦鱼呢 怎么还没回来 要是错过了这场好戏 怀哥还不知道 要被这个贱女人缠到什么时候 几个富二代不满地催促着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定了定心神 这才推门进去 你们要的粉色气球 全都准备好了 看着我温顺的模样 他们眼底的鼻更深 或许在他们眼中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本来就没有任何尊严 于是 其中一个人走到我面前 像是故意讽刺般 其实仔细看起来 你和婉姐姐确实有几分相似 怀哥要是不要你了 我倒是不介意把你留在身边 其他人哄笑道 不会吧 你居然想讲怀哥的破鞋 毕竟正主是没希望了 留个替身在身边也还不错 我抬手狠狠地扇了他一眼光 对方似乎没想到我真敢动手 脸上表情都扭曲了 你竟敢打我 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不过就是个臭打工的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丢掉饭吗 掌心火辣辣的疼 我默默地攥紧了右手 如果他们只是挑工作上的细节 我绝对没有二话 可他们搞错了 我虽然身份卑微 可我也有自己的尊严 他们把我当作苏婉的替身 可我只是我自己 只是秦渝 好端端的 这是怎么了 苏婉穿着价值不菲的高定理服 姗姗来迟 看到男人脸上的红肿 他回头看我 你打的 道歉吧 我不会让他为难你 他的姿态高高在上 和这群富二代一样 我没有做错 绝对不可能跟他道歉 苏婉盯着我的脸 他的几秒 随后吃笑出声 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跟我这么说话 他新做的美甲 重重地划过我的脸颊 我能感觉到 脸上有温热的液体留下来 其他几个人立刻附和道 不过是个赝品 怎么能跟婉姐姐相提并论 就是就是 要不是和婉姐姐有几分相似 根本就入不了怀哥的眼 不对 怀哥压根就没看上他 是这个贱女人 自己主动倒贴的 当初怀哥用双腿残疾 作为分手借口 没想到这个贱女人 居然说要攒钱给怀哥做手术 还说要做怀哥一辈子 这是笑死我了 苏婉自然很满意 这群公子哥的厄誉奉承 他又施舍的语气跟我说 秦渝 道歉吧 看在我的面子上 只要你乖乖道歉 他们不会为难你 要我给这群垃圾道歉 你做梦 方才还很得意的几个二世祖 此刻满脸怒龙地瞪着我 蓝姐姐 现在你的面子也不好使了 我必须要让这个贱女人明白 得罪我的代价 说吧 几个人已经冲到我面前 一人架着我的双腿 另一人则是狠狠地踹向我的膝盖 疼痛让我皱眉 可我坚决不肯跪下 直到他们有人朝我举起了棒球棍 助手 熟悉的声音让我抬起头 入眼便是楚怀 内长好看的脸 四目相对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便镇定下来 还不松手 怀哥 你不会告诉我 针对这个贱女人动了心吧 别忘了 蓝姐姐已经回来了 这个替身该消失了 所有人都在为苏婉名不平 苏婉双眼泛红 小声的唾气道 两年前是我不辞而别 让阿怀伤透了心 她怪我也是应该的 只是秦小姐也是独立的个体 我不希望你把她当做替身伤害她 蓝姐姐你这是什么话 要不是那张脸 怀哥根本就不会多看暗眼 蓝姐姐就是太善良了 倒是这个女人不识去 明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还要在这里暗眼 我就像个小丑 静静地看着她们表演 晚晚都是我不好 你别哭了 楚怀温柔的是去了她眼角的泪 多讽刺 我的男朋友当着我的面 对别的女人合伙有加 苏婉轻轻地揪着她的衣袖 我没事 只是秦小姐 她或许是讨厌我 才会把气撒在她们身上 你千万不要生她的气 我冷笑一声 苏婉还真是个我不折不扣的绿茶 这种时候还不忘给我泼脏水 楚怀眼神复杂地看向我 在她的事宜下 那群人松开了手 于于于 你今天不该来这里 到了这种时候 她居然还能恬不知耻地说出这种话 我没忍住 狠狠地甩了她一耳光 好玩吗 骗我很好玩吗 为了演那出英雄救美 你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看着我为了给你凑手术费 白天上班晚上跑代价 你生事笑疯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么蠢的女人 居然相信你的鬼话 三十万 你身上随便一样东西都不止三十万吧 我竟然还在幻想着 要让你重新站起来 可你分明就好好地站在这里啊 楚怀终于不再淡定从容 她伸出手想要抱我 别碰我啊 我像是躲避什么脏东西一样 她的眼底有些受伤 鱼鱼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就因为我骗了你 双腿没有残疾 可那是有原因的 我 我相后退了几步 看着她一字一句道 楚怀 你骗我的仅仅是这个吗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 我以为我接到了大单 满心欢喜地想要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可我没想到你就坐在那辆车上 楚怀像是想到了什么 昨晚那个代价是你 我苦涩的沟醇 是啊 那时候你的眼里全都是苏婉 又怎么会注意开车的人是谁 楚怀 我亲眼看着你抱着苏婉进了云亭轩 一夜未归 楚怀脸上早已没了血色 她想靠近 却被我拒之千里 一旁的苏婉早就看不惯我 抢了她的风头 她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然后挽着楚怀的手臂 故作怜悯地说道 秦小姐 我带爱怀向你道歉 以前不懂事伤害了你 这样你开个价吧 就当是弥补你这些天的损失 哼 我轻笑一声 是不是在你们有钱人眼里 什么都能用钱买到啊 苏婉像是听到什么笑话 秦小姐 你说这些话 无非就是想多要点钱 别摆出一副 是金钱如粪土的样子 不觉得可笑吗 毕竟当年你为了区区两千块 连五十岁的兔头大叔 都吓得去嘴呢 婉婉 别说了 楚怀不敢看我的眼睛 她明知道那是我的噩梦 可是她却还是把这些 当做笑话讲给苏婉听 我捡起地上的棒球棍 朝着苏婉的头打过去 还没靠近 就被楚怀狠狠地推了一把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后面的香槟塔碎了一地 而我整个人倒在了玻璃碎片中 身体被扎得千疮百孔 浑身是血 可更痛的是我的心 于于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你 楚怀的眼底有歉就 她还想说些什么 苏婉却扑进了她的怀里 阿怀 我好害怕呀 赶紧将这个疯女人赶走吧 其他几人更是愤愤不平 纷纷说要出手教训我 算了 她已经受伤了 放过她吧 苏婉受了惊 自然没有在这里多待 很快就被楚怀带走了 经理在他们离开后 才走进来包袱起来 老天爷啊 这群人真能欺负人 怎要把你弄成这样啊 我扯了扯唇角 只是一些皮外伤 没事的 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这点小伤我能处理好 以前需要钱 是为了给楚怀攒手术费 现在省着钱 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就猜到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并不意外 挂到电话后 我拿着医药箱 开始处理自己的伤口 倒下去的时候 有不少玻璃碎片 扎进了我的后背 自己一个人处理起来很难 我只能靠疼痛感知 用镊子一点点的拔出碎片 我来吧 突然出现了熟悉的声音 让我弄在原地 过了十几秒 我才反应过来 刚想穿上衣服 就被人按住了手 伤口再不处理 会发炎的 我有很多话想说 想问她为什么骗我 想问她为什么又在这时候出现 是不是又是戏弄我的花招 可是她只是沉默地 帮我处理伤口 动作温柔地替我上药 我想起第一次见面 高中的时候我为了赚学费 每天晚上都去送外卖 有次在路上遇到了刮蹭 腿上全都是血 当我一蹶一拐地 把外卖送到客户的手里时 她嫌恶地将外卖砸在我的身上 你这样子看得我多恶心 还怎么吃啊 赔钱 那天我一分不赚 平台还盼我赔了一百多 大冬天的我坐在路边 边哭边将那很冷掉的外卖吃下去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楚怀的 她走到我的身旁 而我因为小时候的不堪记忆 对男人很是防备 所以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可是受伤的腿 却让我动作缓慢 像个笨笨的企鹅 她忍不住笑了 露出一颗可爱的虎牙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看你的腿受伤了 想给你上药 她晃了晃手里的药袋 见我仍然防备 于是将袋子放到地上 你的伤口要尽快处理 不然会发炎的 她的声音很温柔 莫名道 就让人很想相信她 后来我们总是在那个地方见面 我和她分享自己的一切 告诉她今天又被几个客人刁难了 她总是耐心地听我说 然后给我滴上一瓶水 说累了 喝点水润润嗓子 明明是关心的话语 却叫我的脸通红 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不会 我很喜欢听你说话 她的确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在她的陪伴下 我开始一点点的对她敞开心扉 可是后来 她突然消失了 我怎么也找不到她 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从来都不了解她 不知道她是谁 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直到五年后 她再次出现 她说她叫楚怀 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交往 她好像不记得我了 可是没关系 只要我记得她就够了 在那段灰暗的岁月 她是照进我生命里的一束光 我想要紧紧地抓住她 可是我忘了 光是抓不住的 好了 这段时间不要碰水 楚怀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抬头看她 却看不懂她眼底的情绪 楚少爷 还没有玩够吗 她整理医药箱的手一顿 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是你没有欺骗我双腿残废 还是和苏晚没有关系 我松了松胳膊 装作不在意地说道 不管是什么都好 这些都过去了 所以分手吧 楚怀 我只是个普通人 就算有再多不满 也无法发泄出来 说不恨是假的 这些年我一直期待和她的重逢 好不容易再见 没想到竟然是她和朋友的 一场可笑赌局 可我依然很感谢她 至少在七年前 她曾经向我伸出援手 可我们之间 也就到此为止了 于于 我会给你一个解释 但不是现在 楚怀担心会在我面前 语气卑微 所以求你 不要轻易说出那两个字好好 看着她祈求的目光 那些拒绝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对她的感情延续了七年 而不是七天 我没有办法这么快 就将她从我的心底挖出去 我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说了句好 楚怀很开心 她想要伸手过来抱我 可是看着我遍体伤痕 又默默收回了手 我说楚怀 不要再骗我 否则下次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 她回答说好 那天以后 楚怀又消失了 等我再看到她的消息 是她和苏婉官宣订婚 网上的热度居高不下 一个是豪门太子爷 一个是顶级大明星 青梅竹马破镜重圆的爱情 引来了无数网友的追捧 那一刻 我忽然很想扇自己一把掌 秦鱼 看看你自己有多愚蠢 怎么会在同一个沟里翻两次呢 楚怀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 她让我不要相信网上的消息 她说会给我一个解释 这一次 我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她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最近我在找工作 或许是因为苏婉的那群 舔狗打了招呼 找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 直到天完全黑了 我才失落地走回家 不想 楚怀就站在门口 她嘴里叼着烟 看到我来 又立马将还没有抽完的烟扔到地上 用皮鞋碾灭 你把所换了 我没理她 直接拿起手机就给保安打电话 你好 我门口有可疑人员 楚怀一把抢过手机 大爷 我是楚怀 鱼公吵架闹脾气呢 你别信她 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目光有些暗沉 你非得跟我闹吗 最近我已经很累了 你能不能消停点 是在忙着和苏婉的订婚吗 楚怀皱了皱眉 你看到新闻了 全网都是你们订婚的消息 想不看见都难 我和苏婉的婚事 那是小时候长辈就定下了 我点点头 好 那就助两位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楚怀愣了一秒 然后弯起唇脚 鱼鱼 你是在吃醋吗 其实也没什么的 就算我和她结婚了 也不妨碍我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想扇她一巴掌 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因为我很好奇 究竟是怎样的厚颜无耻 才能让她说出这种话 只是这一次 没有如我所愿 在我还没把到她时 楚怀就已经握住了我的手腕 秦鱼 是不是我太惯着你了 才让你这么有恃无恐 我气笑了 她究竟哪来的大脸 说出这种话 楚怀 有病就回去吃药 别在我这里发店 放手 我们已经结束了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楚怀不肯松手 她执拗地将我拉进了怀里 我拼命挣扎 但男女体力悬殊 我只能任由她别扭地抱在怀里 鱼鱼 你为什么要这么别扭呢 苏婉她根本影响不了我们 所以你是想告诉我 让我成为你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 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你知道我们这种家族 没办法和你结婚 但你相信我 我心里有你 我实在震惊于她的脸皮 她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我心意横 按照她曾经教我的 用膝盖狠狠地顶了她最脆弱的地方 楚怀吃痛地松开了我 鲸鱼 你 赶紧滚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楚怀仍然不肯离开 就在我准备再给她来一个致命打击 黑眼中忽然冲出来几个人 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 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我刚抬头 就被人狠狠地扇了一眼光 你这贱人 居然又在勾引阿怀 苏婉看着我的眼中满是愤怒和嫉妒 尖密的指甲 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她扯住我的头发 一旁的楚怀缓过来 就要伸手邋遢 楚怀 你现在是要为了这个女人和我作对吗 这种贱人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忘了吗 当初她可是连自己的继父都敢勾引 早就被人玩烂了 难道你还想跟这种人谈感情 你不嫌脏吗 那些沉风的记忆像是潘多拉磨盒 再次被打开 温热潮湿的房间里 那个肥胖笨拙的男人忽然闯进来 他撕碎了我的裙子 将我压在身下 我拼命求饶 可这却成了她的助兴曲 她说我的皮肤很嫩 比我妈强多了 完事后 她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 扔到我的脸上 说她很满意 以后她有需要 我就得乖乖张开双腿 疼 真的好疼 可是更让我感到绝望的 是妈妈厌恶的眼神 她说 你真贱啊 秦瑜 连自己的继父都要勾引 她说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下贱的女儿 她说 以后要乖乖听王叔叔的话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我这才知道 那个男人闯进我房间的时候 我妈就站在门外 原来 并不是所有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 我的妈妈为了生存 只能忍受着这种羞辱 她将所有的怒火 全都发泄在我身上 她说是我故意勾引 她撕折着我的头发 像疯子一样 我想 可能真的是我的错 不然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或许是因为 那天我穿的裙子 我不应该穿的 那段日子访路地狱 直到后来 邻居阿姨发现了端倪 从我口中得知真相后 她立刻拉着我去报警 因为强奸幼女 那个男人被判了有期徒刑12年 我妈疯了识地打我 问我为什么要毁了她的家 她将我赶出了家门 然后卖掉了房子和车 离开了这座城市 12岁那年 我成了孤儿 因为没有监护人 我被送去福利院 我隐瞒了自己的过去 和楚怀在一起 我以为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直到半年前 那个男人出狱了 我看向楚怀 是你告诉她的 对吗 楚怀心虚地别开眼 她什么都没说 反倒是苏婉像是抓住了我的软肋 不断用言语刺激我 你以为半年前 阿怀为什么要制造那场意外 因为她嫌你脏啊 本来想让你主动退出 谁知道你居然这么不要脸 明知道自己脏了 还要巴巴地凑到楚怀面前 我笑了 笑出了眼泪 明明那时候我选择了分手 是楚怀抱着我说 那不是我的错 她说她会永远陪着我 再也不会让我受到任何伤害 可苏婉伤我的刀 却是她亲手递过去的 够了 苏婉 楚怀嗓音沙哑 我答应会娶你 绝不会食言 你不要为难她 为难 你说我为难她 苏婉把高了声调 我的未婚夫背着我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 难道我还不能教训她吗 她就是个小三 一个不要脸的婊子 苏婉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楚怀到底还是有些实力的 纵然苏婉不情不愿 但还是乖乖离开了 她伸手想要扶我 我却对她必如蛇蝎 你满意了 我没想到苏婉会说那些话 如果不是你告诉她 她又怎么会知道 我抬头看她 半年前 你找人制造出那场意外 其实就是想让我主动提分手吧 就像苏婉说的 你嫌我脏 可是你没想到 我会对你不离不弃 忍到今天才说 你应该也憋了很久吧 楚怀皱了皱眉 秦渝 你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难道苏婉说的不是事实吗 她终于说了实话 我早就应该发现了 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 若即若离 我以为是因为她双腿残疾 才会导致情绪不佳 可现在看来 或许那时候 她就已经想过要和我分手 只是就算养条狗 两年也该有些感情了 更何况是人 只是我天真的以为 我们真的可以相伴到老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楚怀 以后别再来了 我心里恶心 楚怀的脸都绿了 秦渝 你以为除了我 还会有谁要你 是谁都好 哪怕是孤独终老 我也绝对不要和你再有任何关系 秦渝 你好样的 楚怀怒气冲冲的离开 我又要是打开门 和尚的瞬间 我跌坐在地上 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 我曾以为楚怀是我的救赎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从头到尾 这只是一场骗局 只有我当了真 真蠢啊 秦渝 你怎么总是这么愚蠢 渝渝 对不起 我身子一僵 听到了门外熟悉的声音 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隔着一扇门 楚怀缓缓开口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娘 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比 我擦了擦眼泪 冷笑道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楚少爷的手段够厉害的 半晌 门外才传来她的声音 鱼鱼 再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 总有一天 我会亲口告诉你所有的真相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赶紧滚吧 门外很久都没有传来声音 她应该已经走了 我打开门 门口放了一盒黑森林蛋糕 那是我最爱的味道 某苦涩的沟唇 楚怀 为什么你总是要在我绝望的时候 给我希望 我拿起地上的蛋糕 犹豫了片刻 还是将它丢进了垃圾桶 就像我们曾经的回忆 也应该从我的身体里剥离 再也不见了 我将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楚怀身上 我找了一份新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 我每天加班 想起楚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我拉黑了楚怀的联系方式 但是他还会用新的号码重新加我 打电话不成就发消息 他说他今天又是一个人吃盒饭 有点怀念我做的糖醋排骨了 骗子 他明明和苏婉去了米其林餐厅吃的大餐 我也不理他 留着他继续 时间一久 他的耐心耗尽 就不会再缠着我了 楚怀和苏婉的订婚宴极其奢华 并且全程直播 直播间的弹幕也刷到飞起 大部分都是祝福他们 狼才女貌天作之和 我只是看了一眼便一笑置之 当时我的同事小吴 对于影后的感情生活十分好奇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看直播 秦鱼 你快看 这什么情况 我偏了一眼 淡淡道 赶紧吃饭吧 总监下午就要看到策划 你先看这个呀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警察 我靠 楚怀被警察带走了 这个带队的警察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不对 他跟楚怀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这什么情况 文言 我动作一将 立刻凑到了他的手机跟前 只不过匆匆一眼 直播间就关闭了 看来官方办案 直播是进行不下去了 也不知道楚怀到底犯了什么事 居然在订婚现场被带走 我根本没有听同事在说什么 脑海里不断浮现刚才的画面 但是楚怀没错 可是那个戴帽子的警官 芬妮和楚怀有着一样的脸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 回忆起这两年 和楚怀相处的点点滴滴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破土而出 他总会忘记跟我说过的一些话 明明喜欢糖醋排骨 可是到了下一次 却又说糖醋排骨太腻了 他不喜欢 半年前 他从肌腹的手中把我救下来 一遍遍安抚我 他说那不是我的错 他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可是在我靠近他时 他不着痕迹的避让 眼里掩饰不住的嫌恶 却让我的心跌至谷底 他总是这样若即若离 以至于让我自己都产生怀疑 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直到苏婉出现 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分崩离析 可是他为我处理伤口时的小心翼翼 却是做不得假的 或许我遇到的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可是 这可能吗 我的疑问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楚怀还有一个孪生哥哥楚舟 就是那天亲手为楚怀戴上手铐的警官 楚怀被抓的消息传遍全网 紧接着楚氏股份大憋 随之而来的 就是关于楚氏的各种丑闻 楚氏靠房地产发家 后来为了开发旅游等其他项目 暴力威胁当地老百姓低价出售房屋土地 手上扎了不少人命 16年 他们又和境外势力勾连 利用高薪福利引诱不少国人偷渡 实际上是将他们送进了电炸园区 炸单价之后 就会将他们的器官兜售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他们犯下的罪行 竞逐难输 警方通过十几年不间断的追查跟踪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犯罪证据 将他们一网打尽 楚怀的父亲楚世成被判处死刑 而楚怀作为帮凶 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楚家一息之间就没了 至于苏婉 网上突然爆出他很多黑料 诸如耍大牌 霸凌新人抢资源等等 他的口碑一落千丈 代言合约也都取消合作 再次见到楚州 是在楚家的事情尘埃落定以后 两两相望 他什么都没说 可我还是认出了他 就是七年前的领人 他还是和从前一样 嘴角擒着温蓄的笑容 好久不见 的确 那件事过去快一年了 我以为我已经忘了 可是再次看到他 心跳的频率 还是出卖了我真实的感情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只是我不敢相信 我居然认错了人 楚州和我说起从前的事 关于楚家 关于楚怀 还有我 他说当年自己并不是不辞而别 而是因为发现了家族秘密 被父亲强制送出国 可楚父并不知道 楚州早早地就进入了警校 成为秘密培养的警员 两年前他悄悄回国 以楚怀的身份搜查楚家隐藏的犯罪证据 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 你一直告诉我要远离你 可是感情告诉我 不能放任你不管 我和楚怀在一起多久 他就陪了我多久 他知道我是表面坚强 但其实很脆弱的人 他也知道楚怀的性格有多恶劣 所以每次在真正的楚怀伤害我以后 他都会以楚怀的身份陪着我 让我不再难过 其实我早就应该发现了 一个人怎么会有完全不同的两面呢 只是我从没有想过 楚怀会有一个孪生哥哥 我很感激当年他的出现 让我灰暗的人生有灵抹亮光 他笑着对我说 那天我本来准备去死 从楚州的描述中 我听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版本 在得知楚家那些违法行为后 他想过报警 可是母亲却用生命威胁他 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因为他身害着那个男人 他的父亲当他是污点 他的亲弟弟 把他当作害死母亲的凶手 遇见我的那天 他本打算一了百了 只是看我哭得太惨 又忍不住同情心泛滥 我们成了彼此的依靠 他每天听着我的抱怨 感受着生命的鲜活 直到他的父亲将他送出国 再次相见 我已经和楚怀在一起 没想到转身就已经错过 他甘愿成为楚怀的影子 也想陪在我身边 我看着他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你怎么那么傻 他温柔的是去我眼角的泪 或许吧 可是人总有犯傻的时候 我破替微笑 再也没有办法对他很下心肠 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向他伸出了手 你好 我叫秦鱼 很高兴认识你 他正愣一瞬 而后用力握住我的掌心 你好 我叫楚周 这次我们不再是谁的提升 也不是别人的影子 我们只是自己 最好的年华 遇见了最好的你